2008年1月22日傍晚 辽宁盘锦市公安局寄到保安 保安称 位于盘山县陆家乡境内的一个高速公路桥下 有一具死尸 然而当警方赶到出事地点 搜寻了整整两个多小时后 却始终不见死尸踪影 就在大家以为有人谎报案情准备离开时 突然从桥下的荒草坑里传来一阵沙沙的象征 大家走过去一看 杂草丛里竟然躺着一个大活人 我把他上面盖上弄去之后 他脑子上戴个帽子 戴帽子头冲哪儿脚冲北 当时他一直门上弄那个脚 他说我的腿麻 就是我的腿麻 腿麻之后 我说你躺的时间长了 你站起来活动活动 我说我听懂了一句 他说我饿好一天没吃东西 由于外面气温已经降至零下二十度 男子又紧紧盖着破衣烂衫 躺在荒草沟里一动不动 乍一看像极了一句死尸 警方立即将他送到了当地救助站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发现 流浪汉的双脚已经被严重动伤 如果不及时医治 很有可能留下永远的后遗症 为了满救流浪汉的双脚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立即把流浪汉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然而当医院的护工 将流浪汉脚上的袜子一点点剪开时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两个脚怀关节以下全都是黑紫色的 发出很臭的那个臭味 一点没有自觉 血运基本上都没有 当时我们就会同骨科医生 具体研究了 所以这个将来肯定要截止 一个成年人怎么会把自己动成这样 就在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将进一步询问时 一个季节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刘浪汉竟然身穿带有监狱二字的球服 所以我感觉他穿着这个服装 对他呢就是我感觉他不 一个是不敢主动去求助 正常的话他应该主动求助 就是他呢就是说一直在 或者业界新手 因为什么呢 他一直在躲着人 如果他是属于这方面有犯罪协议的话 所以我又感觉到 说有点刺怀疑的就是 是不是真正说越狱跑出来 或者是有违法犯罪的前科 眼前这个身穿囚服的流浪汉 顿时让所有人紧张起来 人们隐约觉得这个双脚严重冻伤的男子 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流浪汉 为了不打草惊蛇 工作人员决定先不报警 先弄清这个流浪汉的真实身份 可是他身上的所有物品都无法证明这个流浪汉的确切身份 而且无论工作人员怎么问 这个流浪汉总是保持沉默 似乎在刻意隐瞒什么 一个流浪的成年男子 两件印有监狱字样的囚服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到底是一个需要救助的乞丐 还是一个越狱的头发 好 让我们一起寻找真相 为了保住流浪汉的双脚 医院首先为他进行了保守治疗 但不仅毫无起色 反而激化了病情 流浪汉的双脚经过融化流浓 风化成黑色的碎片 开始一点点剥落 如果不立即进行截止手术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要截掉这个肢体呢 严重的冻伤 肢体坏死 这个肌肉都坏死了 肌肉坏死了 它会释放一些毒素的 然后那个皮肤也已经坏死了 皮肤坏死了 对这个细菌就没有这个防御能力了 然后经过这个窗面 细菌病毒毒素 可以经过血液循环 侵犯到身体的各个重要器官 如果要侵犯到脑 心脏肺脏肝脏 和这个肾脏 任何一个器官就可以造成这个 严重的这个 有严重的这个生命危险了 这个病人生命就保护了 所以说对这个坏死的肢体 必须可以结束 就在医生决定为他做手术时 刘朗涵终于开口了 他说 自己今年21岁 是四川人 但到底是四川什么地方的 他却说不清楚 对于自己的名字 刘朗涵也先后说出了三个 黄东磊 黄东磊和黄东磷 在这三个名字中 黄东磷这个名字 刘朗涵说的最多 于是 做出站的工作人员 暂时先叫他黄东磷 虽然黄东磷并不承认 自己的犯罪前科 也不肯透露更多的身份信息 但为了保住他的双腿 当地救助站的站长 还是在特殊手术审批表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手术 刘朗涵的生命保住了 但却永远的失去了双颈 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失去双脚的流浪汉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惋气 但一想到流浪汉身上穿着的球服 大家又觉得 必须时刻对他保持警惕 监狱里面的衣服从哪儿来的 活动员你说实话 那衣服哪里来的 都是他们 都是他们 我在那边看到底下的医生 又把他建的全球 在哪里建的吗 哪个地方建的 连续大家一而再三而三的询问 黄东霖始终只说 球服是捡来的 但却又说不清 是在哪里捡的 黄东霖究竟是不是 他的真实性 他会不会在刻意隐瞒 自己的身份和犯罪前科 面对这两件球服 人们做出了种种猜测 如果黄东霖真的坐过牢 那么在刑满释放之后 他应该把球服上交 不可能穿着球服出狱 如果他是一个越狱的逃犯 他更不可能穿着球服引人注目 可是他偏偏就穿着球服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球服 众所周知 是一种特殊物品 监狱对他的管理相当严格 如果真像流浪汉所说 他是捡来的 那么 他是在哪里捡到的 很快大家就发现 黄东霖穿的球服和监狱 统一配发的球服不一样 统一配发的球服 一般是外套和棉衣 衣服上都有编号 而黄东霖穿的球服是内衣 上面没有编号 只印着监狱字样 这样的衣服是球服吗 为了证明黄东霖的清白 九州站的工作人员来到盘锦监狱 对黄东霖穿的球服 进行鉴定 这绝对不是统一知识法 对 这是什么 这是犯人没有 就是毛裤这样 以及衬衣 这都不是罚的 这是家里带过来之后 监狱这场 统一人认识 预警证实 黄东霖穿的衣服 确实就是监狱里的球服 这样一来 黄东霖是球犯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 那么会不会是黄东霖 曾经服过行 行满出狱时 穿走了服刑时的球服 绝对不可能 穿着这种监狱这样 穿着球服 走出这个监狱大队 这也不过 要出现这种事 我们管理上是问题的 那像一般的人 会不会可能穿这样的球 从垃圾站才能捡到这样的衣服 就是老刚才不是问你吗 我说穿这样衣服的人 能确定他就是曾经服过行吗 不能 不能确定服 服过行 为什么不能 那个 我们的衣服呢 原理上是全小鬼 全小鬼嘛 随垃圾消鬼也可能是 在外头 能捡到 但是这种事情 几率太变 他扫风太变 虽然黄东霖一直坚持 他穿的球服是捡来的 但却说不出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捡他 他的囚犯嫌疑 依然无法彻底排除 为此 记者再次来到医院 询问黄东霖 我们每个人都会帮你 我再问你一次 黄东霖 你杀没杀过人 犯没犯过罪 应该这么问你 犯过罪吗 犯过罪 虽然此前有过 中共猜测 但黄东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还是让所有人震惊 在场的工作人员 也瞬间提高了警惕 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 救出站的工作人员 立即联系了当地警方 当地警方 随即向全国各地警方 发出了协查通知 黑龙江有一名 重火烧车的通缉犯 名叫黄东霖 1993年潜逃 至今未归案 但长相与刘浪汉 完全不符 其余各地 都没有叫黄东霖的 犯罪嫌疑人 黄东霖 很有可能 不是刘浪汉的真实行人 从被发现到现在 这个神秘的流浪汉 一直在撒谎 似乎在刻意隐瞒 自己的身份 他究竟是谁 是一个需要救助的乞丐 还是一个越狱的逃犯 你真名叫啥 黄东霖 你爸爸 放放出去 你那个是哪个乡 到底哪个乡 原路乡 你原路乡根本就没有 在随后的询问中 刘浪汉又先后说出了 多个地名 达县大丰乡 永川乡 大竹乡 太极乡 虽然不知道这几个地名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但却都集中在四川达县 结合刘浪汉的四川口音 记者迅速与四川达州市 公安局取得了联系 根据达州市信息管理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 全达州共有十人名叫黄东霖 除去女性黄东霖和20岁以下的 40岁以上的就只有两个黄东霖了 这两个黄东霖的住址分别在通川区和开江县 没有一个在达县 刘浪汉再一次欺骗了大家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在大家为刘浪汉的事情伤透了脑筋时 各大媒体也相继对神秘流浪汉进行了报道 很快记者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说的这个姓黄的叫黄什么呢 他这个孩子有什么特征吗 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打电话来说明刘浪汉的身份 听到这个消息 记者立即去车 前往医院向刘浪汉证实 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黄大平的人 黄大平不认识 黄大平不认识 那你的家是达县的对不对 是不是子同乡的 不是 你的父亲是不是叫黄文雪 黄文雪 黄文雪你的父亲 黄东霖再一次无声地否定了 这一来之不易的线索 这让一直想帮助流浪汉的人们多少有些气愤 甚至有人认为流浪汉不仅在说假话 故意隐瞒身世 还在故意玩弄帮助他的人 一切再次回到了原点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 黄东霖的事 黄东霖依然在说谎 联系此前流浪汉屡屡屡说谎的表现 有人提出流浪汉很有可能是精神上出现了问题 根本不记得自己的过去 对于这样的质疑流浪汉的护工却一口否定了 尽管周围的人都否认流浪汉精神上有问题 但看上去足足有30出头的流浪汉 却一直说自己只有21岁 父亲叫黄华诚 母亲叫黄学英 就在大家好无头绪的时候 四川彭山县有人打来电话 说流浪汉歧视名叫杨德强 家住在彭山县工艺镇马林村 为了早点确定流浪汉的身份 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了彭山县 刚刚走到村口 就有很多村民围了过来 画面中的这位大爷叫杨宗干 他很肯定地告诉记者 他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那个流浪汉 就是他失踪了16年之久的二儿子杨德强 坐在椅子上的这位老人名叫梁志英 听说失踪了16年的二儿子 突然有了阴性 老人情绪激动高兴不已 杨家人家 杨家有三个儿子 杨德强排行老二 今年38岁结过婚 16年前因为妻子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 这对杨德强的打击很大 导致他离家出走 从此没有阴信 另外杨德强从小患有间歇性精神障碍 时而清楚 时而糊涂 如果说这个神秘的流浪汉 真的是16年前杨家失踪的儿子杨德强 那么他为什么要坚持说自己叫黄东林 他究竟有没有精神障碍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盘进救助站 决定先让流浪汉与家人进行一次视频对话 面对杨家人的呼喊 流浪汉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呆呆地看着电脑屏幕 是谁 杨德强 这个谁 你手不晓得 什么不晓得 不知道他是因为患有间歇性精神病 一时认不出家人 还是根本就不是杨家的儿子 或者在流浪汉更名改姓的背后 还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到底是急需救助的流浪汉 还是在逃的犯罪嫌疑人 看着视频里表情麻木的流浪汉 视频里头的老人杨宗干 又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的儿子杨德强身上 有两处很明显的肉质 果然 在流浪汉的下巴和右腰处 分别长有一颗肉质 这样一来 杨家父母更加肯定 流浪汉就是他们失踪了16年的儿子 杨德强 既然如此 杨德强为什么拒绝认亲呢 看着视频中眼含泪血的两位老人 刚才还面无表情的流浪汉 突然泪流满面 他就认出了视频内头年代的父母 杨家人的团聚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兴奋不已 盘锦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也承诺 死五天后就把杨德强安全送回家 流浪汉的真实身份终于确定了 但是为了谨慎其间 工作人员联系了四川警方 专门对杨德强是否有犯罪记录进行核实 结果表明杨德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杨德强回家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杨家内部发生的激烈的矛盾 母亲希望儿子早日回家 但是父亲和大哥极力反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杨家一家人除了父亲杨宗干 是一个正常人脉 几乎五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间接性精神障碍 所以日子一直过得很苦 考虑到杨德强回来之后的生计问题 父亲和哥哥觉得还不如留他在救助站生活 看到这样的情形 一旁的村民也站出来说话了 尽管大家一再劝说 但杨德强的母亲却始终坚持一定要见到自己失踪了16年的儿子 也许此刻只有做母亲的他才真正懂得儿子回家 究竟意味着什么 几天后 腿伤治愈的杨德强踏上了回家的路 一见到失踪16年的二儿子 杨德强的父母立即上前抱头痛哭起来 杨德强终于回家了 一家人都围在他身边和他聊天 母亲更是一刻都不愿意离开16年未见的儿子 就在大家聊得非常高兴的时候 杨德强的前妻出现了 其实早在杨德强多年前离家出走后 前妻就已经改嫁他人了 我专门来看你呢 看我都不敢信我认不得 认不得我 你把心面我还说我又把心面家认了你不吗 认不得 当着了 你叫起来 看下酒干嘛 你叫起来 我的酒干他谈我面对我解释了 你解释了 我没有什么酒干的 虽然眼前的杨德强表情呆滞 似乎一点也认不出自己 但前妻还是努力的回忆着一些过往的事情 试图唤醒杨德强的记忆 然而不管前妻怎么说 杨德强始终都说自己不认识他 面对前夫冷漠的态度 杨德强的前妻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你瞄到我 认不得我 你瞄了我 好 你瞄了我 认不得我 你瞄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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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我孩子 你瞅你对着我好找你 短暂的谈话之后 已有家世的前妻离开了杨家 然而就在前妻离开后不久 杨德强突然抱着家人 头哭起来 杨德强流泪了 在他眼泪的背后 也许没有人懂得 这16年的背景离乡 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更没有人知道 此时此刻 杨德强在想什么 不管怎样 他终于回家了 相信他在亲人的陪伴下 会越来越好 好 下期我们继续寻找真相 我是马远 我是马远